跟上一年一樣又來到空調展 今年我有預感 廠商的銷量又會開始大洗牌了 如果想要買冷氣的可以趕快來看看 歡迎來到空調小夥室 我是老柯 國際牌 一進來就看到我朝思暮想很想看到的UX 上一年國際的頂級RX 一台28要價33000 今年頂級UX一台28要價39000 這台也是UX 但是配LJ外機也要37000 更扯的來了 我沒有業配讓國際牌大賣的LJ與K系列 上一年還沒漲價的時候一台2825000買的到 現在直接不演一台33000 K系列更是從一台23000漲到27000 我看完全部的心得是 國際牌目前還是售後服務第一 這當之無愧 但國際牌很明顯的已經加入政府愛地球的行列 很明顯的跟我追求CP值理念背道而馳 LG 跟之前的一樣沒做改變 不過LG在金屬材質與塑膠材質表現上非常不錯 此外LG的智慧空調APP 絕對是台灣所有品牌最好用的第一名 萬事億 鎮港台灣品牌 冷氣型號都是OEM版型 他們的特色是 台灣全省連外島都有原廠可以維修 冰點 鎮港台灣品牌 新增了類似日地凍結洗淨與防美 這台可以說是跟國際的K系列一模一樣 如果你嫌國際一台要兩萬七太貴 你也可以來買一模一樣的冰點 這台便宜多了 申寶就不介紹了 想聽我介紹申寶 可以點右上角影片連結 而臉依舊跟之前一樣都是屬於OEM版型 現在幾乎每家廠商都有自己的自清潔與烘乾技術 不過這邊我想跟大家說明 就算是OEM產品 也還是會有差別喔 奧克斯 這在中國大陸非常常見 我剛開始看到其實蠻開心的 結果我一看到是動員代理 我心裡直接浮出四個字喔 歐蜜島混 東元 台灣人都知道的品牌 依舊跟上一年一樣沒啥變化 大同 一樣都用OEM版型 跟你買和聯萬事一東元一樣 就是比看哪家售後服務比較好而已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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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技電器 台灣在地品牌 他們的版型看得出來是自己設計的 有蠻多自己的專利技術 可惜我沒碰過使用威技冷氣的客戶 所以當然就沒有使用心得啦 其美 全場OEM版型最齊全 就屬於其美 在其美這裡 幾乎可以看到其他品牌的OEM版型 大陸 這次參展沒有新型的Y系列跟大觀SA系列 所以我在這裡講一下這兩個型號多了什麼東西 Y系列多了運轉模式會有燈號 還有語音控制的智慧音箱 其他的都跟橫鋼V系列一樣 大觀SA系列則是室內機與室外機體積縮小 適合安裝空間狹小的地方 富士通 跟上一年一樣 富士通有業界最長10年保固 還有業界最強75米超長配管技術 這次有非常多的好康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趁假日來看看 三菱電機 我在客戶家最常看到 使用超過20年的廚師機 只有三菱電機 買一台直接用到小孩長大抱孫子 而三菱電機的靜音大師 不僅有DBC奈米塗層防髒 還有最簡單拆裝的設計 如果你喜歡自己清洗冷氣 買這台就對了 台灣蛤蜊 也同樣都是OEM版型 如果大家想要購買這種OEM產品 建議多方詢問售後服務方面 才比較不會吃虧喔 木製電機 今年尊榮系列多了高溫去油跟電磷除菌 根據我多年經驗 不要保持太多的希望 就不會有失望之外 今年的精品系列改成現在這種版本了 之前買這個版本的日曆冷氣觀眾們 要有心理準備 七年保固過後會沒有材料可以維修 日曆也真不愧是台灣日曆老大哥 依然還是愛地球的領先者 日曆創醒也有凍結洗淨了喔 說真的整個展場日曆真的是最用心 可以直接看得到凍結洗淨的過程 可惜的是如果可以現場表演 撒沙拉油跟灰塵沙子的話 就更有說服力了喔 日曆APP基本功能都有 可惜沒有我覺得最實用的偵測使用電量 現場也有這種看起來非常厲害的廣告 可惜的是我想日曆高層 一定沒有看過我右上角的這支影片 好可愛喔 SUBSCRIBE 不會ので? 下譜 整體機器摸起來偏向OEM材質 我想只是為了保持存在感 不得已推出的 不過現場真的超多優惠之外 來這裡也不一定要買冷氣 也可以買個空氣清零機 我在客戶家真的蠻常看到 客戶評價也都蠻高的 除了我討厭的ZSXT這個版本之外 其餘的我覺得沒啥問題 美帝冷氣跟之前差不多 但這次多了類似藍波油漆 跟炫金防鏽的防護技術 近距離看起來很新鮮喔 希望放在北投硫磺區也可以用20年了 最後我想我來對時間了喔 現場有非常多的記者、攝影師跟維安人員 因為總統要來了 難怪我們沒有被超派鐵拳 今天這集就在這邊 喜歡記得追按讚分享 我是老柯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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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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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兩分 大量